小伙儿就拿来了两部手机,不用想也知道手机又要倒霉了,往里面倒入了一些食人鱼酸。 这就是几样强酸混合在一起的溶液,能够看到在表面不停地冒着气泡,反应也是非常的剧烈。 等实验结束后发现手机也受到了一些损伤,接下来又产生了一个想法,准备了大量的火柴都放在了这一个铁盘子里,接下来就把硫酸给倒了上去,没想到火柴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。 这看起来也是有些不可思议,又把火柴换成了一块海绵,另一边还是一些硫酸,把硫酸倒上去之后这个海绵不停地冒着气泡,并且都从海绵上流了下来。 海绵也一下子变成了黑色,这个效果看起来确实很不一般,渐渐的小伙儿的想法越来越奇怪就准备亲自感受一下。 这一次直接就准备了一些纯硫酸,看起来和酱油一样,首先在里面放了一些物品作为比较。 就这样在里面泡了一段时间,等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表面都已经被腐蚀掉了,然后拿出来在苏打水里清洗干净。 这样看的就非常的清楚了,就算是这样小伙儿还是把手指头放了进去,紧接着就在水里洗干净了。 看来小伙儿心里是有些害怕呀,当然大家可千万不能模仿这种实验呀。